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收听财经早报 我是童馨 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 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不让谎言穿帮 就需要控制言论 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 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不间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聚沙成塔 种植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午美股盘前 美股三大指数期货轻微下跌 投资者在谨慎的情绪中等待非农就业报告 由于市场尚不确定美联储会在何时开始降息 投资者将仔细研究就业数据 关注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 美债收益率反弹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周四的3.99%上升到4%以上 周五盘前 国际油价小幅上扬扭转了周四的跌幅 布伦特原油价格徘徊在每桶78美元左右 WTI原油价格上涨了超过1% 包每桶73.17美元 进入2024年 由于日本发生了强烈地震 这让日本央行在本月取消负利率的难度增加 日元面临新的压力 周五亚洲市场盘中 日元汇价跌至1美元兑145日元左右 在大激震之后 日元本周已经下跌了3% 星期五 再让人民币收报7.1566对1美元 较前一日收市价下跌了46个点 再创超过三个星期新低 日内人民币汇价最低渐7.1726 有交易员指出 美国就业市场表现依然强劲 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反弹 这让人民币贬值压力升温 路透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出 中共国有大行在近两日的掉期和G期市场 积极地出手维稳 试图缓和人民币的跌势 但分析认为 人民币短期能否止跌 要留意美元指数的表现 星期五 中国股市仍然维持低迷的态势 中港股市震荡下行 沪深两市超过4600只股票票率 今日成交额仅有7363亿人民币 互指下跌0.85% 深层指下跌超过1% 创业版指数下跌了1.45% 早上8点半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出炉 12月 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21.6万人 增幅大幅高于预期的17.5万人 美国12月失业率为3.7% 低于预期值3.8% 12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长了0.4% 增幅也高于预期的0.3% 美国就业增长加快 工资增长超出预期 这些都削弱了美联储3月降息的前景 报告公布后 互换价格显示 美联储3月降息的可能性回落到50% 在看个股和企业消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据霸卢中刊报道 Costco去年12月营收 按年增长了9.9% 达到了261.5亿美元 增长率较去年11月的5.1% 明显加速 Costco去年12月的业绩亮眼 主要归功于年底购物季的客流量激增 美国门市的客流量增加了6.5% 国际地区门市人潮也攀升了7.5% 上个月最热销的产品类别是食品和各类杂货 但礼物卡和珠宝也很受欢迎 中共监管机构称 特斯拉将召回在中国的160多万辆电动汽车 理由是自动转向功能存在问题 特斯拉股价在盘前小幅下跌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从本周四开始 谷歌将开始一项有限的测试 限制1%使用器Chrome浏览器的用户使用Cookie Google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取消所有Chrome浏览器用户的Cookie 福特公司的股价在周四盘前下跌了0.6% 之前 该汽车制造商表示 2023年美国汽车销量增长了7.1% 数量上略低于200万辆 这一增幅仅是竞争对手通用汽车的一半 星期四 世界顶级黄金生产商之一的 奋进矿业公司 在对一项涉嫌违规的付款指令进行调查后 解雇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家黄金矿商的股价在伦敦交易市场暴跌 鸿海危机持续 航运巨头马世纪表示 已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 让原定于过境鸿海河亚丁湾的船只将向南绕道后望角 马世纪表示 形势在不断演变并且变化莫测 目前所有的情报证实安全风险仍处于极高水平 接下来由雨鸣给大家带来各地财经简讯 大家好 我是雨鸣 一起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据彭博社1月4号报道 中共不断筑起的防火墙 已经迫使华尔街隔离在华业务 一家最大的华尔街银行 已停止向其中国大陆子公司负责人通报敏感的公司策略 这样北京就无法窃听或要求提供详细的资讯 报道指出 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 以及北京以国家安全为幌子设立的新规 限制公司从中国大陆跨境传输资料 这些都在促使美国和欧洲银行 寻求调降在中国经商的风险 在靠近其他美国和欧洲银行的中国分部 华尔街银行高层投入数千美元 在当地保存财务数据 并建立现场内部控制机制 甚至银行内还有一些部门正在考虑重塑资产负债表 已与在华子公司分开 但在进一步剥离在大陆设立了几十年的银行子公司之后 欧美银行却发现 进一步自负了自己的竞争力和增加了运营成本 更加处于劣势 路透社周五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 北京当局已经非正式地要求当地的一些基金公司优先推出股票基金 而不是债券基金等其他产品 消息称 目前当局正忙于振兴表现落后的股市 证监会最近几周向本地一些大型共同基金公司提出窗口指导 即监管机构的非正式口头建议 报道引述 一位共治与一家国有共同基金的消息人士表示 证监会最近要求一些基金管理公司 在推出任何新的债券基金之前 至少要推出四只新的股票基金 中国3.8万亿美元的共同基金行业 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支柱 但随着股指触及多年低点 过去一年 共同基金的销售 尤其是股票基金的销售逐渐减少 尽管北京方面近几个月来 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振经济的措施 但分析人士表示 这些举措不足以恢复市场信心 目前也不清楚最新的指引 是否也能恢复市场信心 美股科技七巨头 包括苹果 亚马逊 Alphabet 微软 Meter 英伟达和特斯拉 连跌四个交易日 创一个月来最长连跌记录 去年 聚首可热的美股大型科技股 今年开年却全线溃败 根据路夫特的数据 光是今年前两个交易日 七巨头市值就跌去了3160亿美元 截至周四 市值蒸发更进一步扩大到 接近4000亿美元 基金经理人表示 目前还难以确定 七巨头去年的涨势 是否完全结束 但经理如此迅猛涨势后 出现回调是合情合理 技术面上 这些股票今年面临的第一个测试 21号均线 除了技术面上的调整和阻力外 本周发布的鹰派美联储会议记录显示 政策制定者仍然高度关注通膨风险 让投资人削减美联储开始大幅降息的看法 也拖累了七巨头的走势 美股超级财报周即将在下周52号开始 由摩根大通和达美航空揭开序幕 不过 华尔街对于第四季财报的乐观情绪已经消退 各大企业都在谨慎形势 有些甚至仍在减少成本 Marketwatch的报道说 分析师对2024年抱持谨慎态度 因为物价高涨 让消费者变得更谨慎 投资人也怀疑美联储是否能顺利让经济软着陆 而美国海外的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 种种因素都增添了投资人的不安 根据Factz的通计 截至2023年12月15日 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测 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的第四季度 每股盈余仅会增长2.4% 虽然是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增长 但与华尔街去年9月底预估的增长8.1% 有着不小落差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1月4日 斯瑞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对仙碧希表示 中国房地产行业将面临漫长的调整期 他说 如果你看一看库存过剩的情况 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 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清理完市场上所有的库存 如果你再看看新建中的房产 我们有600万平方米的在建面积 照这个速度 清理所有在建房屋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 红浩表示 在这个结果言上 人们必须习惯这样的想法 清理库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红浩还指出 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 房地产业会对刺激政策迅速做出反应 并在触底两三季后反弹 但这一次 在我们看来 房地产行业已经走到尽头 市场还没有做好长期调整的准备 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们更习惯快速反弹 因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信心和市场反应都因准备不足而受到伤害 据聚恒网报道 由于红海货船受到威胁 而导致运力下降 亚洲 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货柜运输 短期运价正在攀升 货运预定和支付平台Fritas 周三晚间表示 从亚洲到北欧的40英尺货柜运输货物的G7运费 已突破4000美元 比12月中旬开始改道之前上涨了173% Fritas指出 从亚洲到地中海的货物成本上涨至 5175美元 并补充说 一些成运人已宣布 从1月中旬开始 这条航线的价格将超过6000美元左右 从亚洲到北美东海岸的标准货柜运费 上涨了55%至3900美元 周四公布的另一项现货货柜运价也显示飙升 根据诸瑞世界货柜指数自12月21日以来 从中国到欧洲的运价上涨了一倍多 从上海到洛杉矶的运价上涨了30% 不过一些分析师认为 航运供给的恢复将会在短期时间内 让市场回归基本面的定价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